12月20日,中国石化报布消息,2019中国门原化工产业发展报告认为,预计2019年布伦特油价60至70美元桶。 另据报道,12月20日,布伦特原油期货,报收54.7美元,最低下探到54.28美元,创15个月来新低。 第一,国内成品油市场,近期四连降回土年内涨幅,并有望下周五连降。 2018年,国内练油行业运行和成品油市场发展有三大特征,一是石油加工业净利润,大增40%左右,油价上升是主要原因。 二是石油消费超过6亿吨,对万一存度达70%左右。 三是消费税新政一号稳出台的目的,是使得链油厂赖税行为更大规范,成品油供应商的运营环境,还需进一步进化。 不过,展望2019年,国内链油行业面临四大挑战,一是新兴民企大型一体化装置投产带动链油能力,大幅增加4500万吨每年,达8.8亿吨年。 供应格局发生变化,市场竞争更加激烈。 二是需求维持低增长同时,终端消费降幅增长2%,成品油出口将增至5100万吨左右。 宏观经济和汽车销量双下滑是主要原因。 三是油品质量升级,特别是耳末要求的低流传染进入市场,要求电厂进行适应性改造。 四是成品油全面市场化步伐加快。 加油站建设对外资开放,成品油价格形成精致方开,后者对市场的影响较大。 2019年,经济区管跌加环保区盐,以次能源需求增长,可能放缓至3%左右。 其中,煤炭消费占比首次降至60%以下,对化石能源占比上升到15%。 2018年10月30日,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,公布,截至2018年9月30日,未经审计之前三季度业绩。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,前三季度本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0,729.70亿元,同理增长18.8%。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人民币599.80亿元,同理增长56.3%。 此外,根据国家规定,2020年全国将统一用上一纯汽油。 据公安部统计,截至2017年底,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.1亿辆。 低纯汽油的使用,可大大降低汽车维气排放,改善能源结构。 中国目前推广的乙醇汽油是110,10,代表有10%乙醇成分。 乙醇汽油,汽油标号前面带有字母1。 至今已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生物燃料乙醇,其中生产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和是巴西。 相同的里程,乙醇汽油箱确实比普通汽油油耗会稍高一点点,不过这种差距并不大。 乙醇作为一种常用的溶剂,会对向胶件产生轻微的腐蚀。 但目前的110乙醇汽油,其浓度还不至于严重腐蚀向胶件。 只是长期来看会有轻微的作用。 使用乙醇汽油,应该注意些什么? 一般来讲,行驶旅程在3万公里以上,以及是人工油系统较脏的车辆,在使用乙醇汽油前,都应当进行清洗。 清洗过程中,应注意彻底清除油箱,油路系统中的杂质,排出油箱底部积存的水分。 车辆在首次使用车用乙醇汽油时,应防止发动机内水分超标。 夏季加油时不要将油箱加得太满,要有有一定的油品膨胀和气化空间。 综上所述,2019年,油价大概率还会继续上涨,乙醇汽油将会离每个人越来越近,而加油站的利润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